小伙优优优优优独播剧热爱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孟宣 今天教大家做做一个可以居住的书屋 想必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 总能见到这种花里胡哨的视频封面 但在点进视频之后 你会发现内容总与封面极其不一 这使大家的内心难免会有些失落 但这期视频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一个跨维度次元的书屋 就像进入魔法学院的九佑四分之三站台一样 一棵看起来普通的橡木树 里面却藏着一个巨型的书屋 做的方法非常简单 对了,在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么本期视频分为原版本和mod版本 两种操作方法 想看原版制作方法的小伙伴 可通过下方的进入条直接跳跃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 把一个可以跨维度次元的传送门 和一个可以激活传送门的打火石 再一个可以删除传送门的棒子 这些工具都来自于immersive product 中文式沉浸式传送门 好的,那么制作开始 首先我们先需要新建一个沉浸式传送门 沾出传送门自动生成的多余开口 再随便准备一个简单的输入传送目标地点 目标地确立建好之后 在唯一的传送门后方建立一棵树木 将突出的传送门运用指令贴合到树干上 然后回到之前的输入目标地 选好合适的传送地点 接着运用指令输入给原有的传送门 进行传送点的替换 人就可以得到一个简略的魔法输入 当然再给它加上一个门就更完美了 下一步我们需要给它安上一个窗户 先测量好窗口的尺寸 再和之前一样建立一个新的传送门 删除多余的传送门开口 最后再调上之前测好的窗户 好了一个简单的魔法输入就完成了 考虑到原版玩家也想拥有这样的输入 所以无模组的方法就来了 但是因为是无模组版本 所以无法做到输入的内附实时显示 虽然同样是准备一棵橡木树 并在旗下方挖掘出一个6×3×2的坑 用羊毛填补一层做到隔音效果 预留树干正下方的空位 放置声音传感器 所以用草方块做掩盖 并将红石和命令方块 补齐至预留的空位中 接着同样去测量传送门的位置 输入到命令方块当中 一个无模组版本的魔法输入就完成了 除了没有像模组一样的实时显示 单论功能性还是旗鼓相当的 好了那么魔法输入已经交给你们了 交个免费的赞当学费不过分吧 讲完了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Bye